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首先呢 今天這一集做得比較特別 介紹五位特別來賓 少子花的時代 大家都改養寵物 獸醫也成為夢幻職業 今天好辣醫師團請到獸醫 來告訴大家動物的大小事 好辣集團們 又有什麼寵物的精采故事呢 直播小護理師五熊 嗨 大家好 我是五熊 今天這一集大家 大家會知道我們醫師好辣 做了那麼久 從來很少再關心動物 那今天做一集 大家比較想知道的 這個像妳也帶來妳的寵物 沒錯 因為現在其實少子花 很多人都把寵物當成毛小孩 所以毛小孩 一有一點問題的時候 不得了 你照顧自己父母還記得 而且那個 因為他們沒有健保 所以錢一花下去就不得了 所以其實最賺錢 還不是整形醫師 是獸醫師 沒得討論 而且狗狗又不會跟你吵 牠頂多該兩生對不對 是 所以就好像相對的比較好照顧 對 妳養這多久了 養今年九歲 九歲了 對 牠九歲 牠也是撿來的 大概四個月大的時候 就是我那時候其實沒有要養牠 只是看到有人丟牠 然後想說餵牠的東西 牠就來我們家裡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這隻狗怎麼那麼乖 不像一般的小狗 超安靜就趴在那邊 後來想說幫牠洗澡 帶牠去給醫生看一下好了 結果一去的時候才發現 牠其實快死了 對 那時候牠被丟出來是生病 好像得了膠蟲 所以要趕快治療 想說牠真的很可憐 不能放著 就養了 結果一花那個錢 就幾萬塊 對 然後養好之後 牠也不肯走了 這樣賴著妳 才經歷就是膠蟲治好 然後過了大概沒多久時間 被人家用那個籤彈打屁股 而且差點打到內臟 然後那時候牠流很多血 牠就一直哭 第一個醫生不敢開刀 不要說太危險了 然後第二個醫生 手術是開了 然後一樣花很多錢 可是我覺得 難是難在術後的照顧 還有牠的心理狀態 因為最後呢 醫生說牠要吃抗憂鬱的藥 對 對 然後花了好長時間 才走過 牠現在有的時候 只要有風吹到牠的屁股 牠就馬上坐下來 牠還哭 真的喔 那種陰影還存在 還在 可是我剛剛看牠 陳兄痘痕也很厲害 對啊 好壞耶 講得牠好像很可憐 牠對那個大狗也在挑釁 不是嗎 對我們在對製 對啊 其實獸醫也有牠辛苦的一面 其實要照顧 這麼小的一隻動物 牠真的什麼手術 或了解牠心理 養個很神面 都非常難 我那時候養牠的時候 牠才這樣子小小的 然後全身的毛都打結 牠大概我養的時候 也才三四個月 然後是去朋友家的時候 牠被關在車庫裡面 可是因為關太久了 也沒有人要養牠 可能是因為他們家人 有人要懷孕生小孩 牠們覺得狗很髒 我原本租屋的地方 是不可以養寵物的 然後我把牠偷偷 從花蓮帶回來台北 然後我才跟牠說 阿龐你不可以叫 不可以叫 因為房東說不可以養 如果被發現我就得把牠送回來 然後沒有多久 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發現牠 然後牠開始抽搐 所以我那時候當下慌了 我不曉得該怎麼辦 然後第一個時間 那時候牠還在花蓮的時候 我就打給我爸爸 我爸爸說先大家去看醫生 然後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說 一定要去台北的大醫院 才可以看牠 然後照一次核磁共振 你知道多少錢嗎 那時候才剛進演藝圈 沒有賺錢的時候 照一次要大概五萬塊 然後要加麻醉 要加住院 然後還有牠的醫療費用 加下來大概有十萬塊左右 六年前 我根本 對 六年前 我根本沒有那個錢 然後當下我就很焦慮 然後在那邊哭 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是 可是我知道那個醫療 真的比較很高級 然後又是比較安全的儀器 然後就花了大概十萬塊左右 然後牠其實呢 從那個之後還有很多病 像牠有癲癇 神經原壞死 好奇喔 我以前有隻紅貴賓 叫麻糬 紅糖 什麼事 你有看到嗎 是不是 有風在屁股 也是我女兒養的 可是有時候她不在 我幫她看 牠就真的在地上揚天風 對 牠就是這樣 不知道 牠會一直抽筋 因為牠神經原壞死 所以牠導致牠現在這隻腳是這樣子 牠會變得一搏一搏的 就會變得這樣子 一搏一搏的 牠的癲癇呢 有一陣子我給牠吃 一個某一個牌子的新絲蟲 加上其他功能的藥 牠癲癲一週 癲癲三次 後來我再也不敢給牠吃那個牌子 然後一直到現在 牠的狀況穩定 可是很長的時候哪裡都生病 像耳朵會發炎 然後會有濕疹 然後可能身體偶爾會不舒服 而且牠在脊椎受傷完之後 醫生說牠每一年都會再復發 現在稍微改善 但是醫生說牠每一年可能還是需要 照核磁共振跟住院觀察這樣 每一年都要再照 就是牠會無預警的又復發 然後又沒辦法動 牠半攤的狀況是牠 全身是只有一半躺在地板上 然後連上廁所大小便 牠都是在地板上的 楊狗狗是陪伴嘛 當然有很多療癒的 像牠喔 你看牠現在在看牠的袋子 牠是超級愛牠的袋子 然後牠的所有袋子盒子 或者是要接送牠去洗澡的話 你只要袋子打開 牠就會超級清晰 好可愛喔 牠很乖 然後你待在那邊 你坐火車或什麼 你就會忘記牠的存在 牠超安靜的 而且牠真的躲起來了 牠躲起來了 牠現在都沒動 你看到嗎 牠都沒動 可是牠有一個怪癖 就是牠在牠的領域的時候 你手不進去 可能就會斷 就被牠咬斷 所以不能侵犯牠這個問題 對 就是牠現在如果是開心狀態還好 可是如果牠在睡覺 然後你摸牠 連主人牠都會凶耶 很凶 因為牠區域性很強 而且牠吃東西的時候 牠吃東西會護食 牠可能想說被餓過 牠很喜歡吃別人的生殖器 別的狗狗的 然後我阻止牠 牠也會護食要咬我 阿龐牠其實是一個很聰明的 紅桂冰 紅桂冰都超聰明的 就是你教牠去哪裡上廁所 牠馬上知道耶 牠被我訓練到 我們不管去哪裡 飯店或是其他寵物的民宿 牠都會去廁所的乾濕分離的濕 那邊上廁所 然後我就直接沖掉 可是妳有訓練牠嗎 有 因為我就是給零食給獎勵這樣子 然後之前我也想過說要帶牠去那個什麼 行為課 寵物行為課 可是我想說算了 牠左前腳都萎縮 我還要在牠邊坐下趴下 會不會對牠造成一些負擔 可是我覺得狗狗要去訓練 不然會造成災難 隨地大小片 隨便亂咬東西 就是沙發這些會咬爛 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看到主人 會很刻意地去闡述說 你看比方說我的狗 特別喜歡這個東西 因為牠受過傷害的動物 牠會有一個自己想要的 我們叫做安全避難所 所以這是為什麼牠一直會在 帶著裡面的原因 第二個像瓜哥來講說 狗一定要訓練 我是同意的 就像我們要讀書一樣 但是小孩子 如果你出生以後 就把牠關在家裡面 關到24歲 你帶出去外面 給誰教書都沒有用 這叫幼年的教育 所以行為很重要的地方 是從出生以後 繁育者如何讓這隻小狗 正常地長大 對 因為我們有一個印記的學習 有一個幼年的時候 的收入化期 這是很重要的這一塊 如果這一塊沒做好 一些問題都來 所以為什麼牠對著牠廢教 為什麼牠沒辦法停下來 為什麼牠在帶著牠這樣 都是有原因 但是這些大部分的人 都不會認為牠是什麼 就覺得送去訓練就好了 但是我想瓜哥會同意一件事情 就是沒有一個人 糖尿病會用訓練的 但為什麼像我 分離焦慮症的case 也是這樣子 那因為我的行為 門診的費用 可能在一般人眼中 是很高的 因為我的收費是2萬 那可能會說 2萬怎麼那麼貴 可是你們算過 因為我的 我有分行為諮商跟門診 諮商就是說 你不會分辨 就像說牠到底正常狗還是異常 但如果牠明明就是異常 比方說焦慮 廣泛型焦慮 分離焦慮 或其他各種型的焦慮的問題 它是要藥物的 但你怎麼訓練牠 都是沒有意義的 就算你把它訓練到 比方說有強迫症 你把它訓練到牠都不會去搖手了 但是你知道那是用強迫式的去處罰牠 讓牠不敢去 對 就像如果你一個人有強迫症 哪有一個家長會 小朋友一牽手就打牠 打到牠不敢去舔 這個是不正常的 這對夫妻帶一隻狗來 牠是每天只要離開家裡面 這狗因為分離焦慮 會去抓門 指甲抓到斷掉 流血 牙齒會斷掉 每一天 牠不是一次 牠每次出門 回到家裡面地上都是血 牠來做諮商 然後我跟牠講了三四十分鐘 我覺得 我勸你做行的門診 那 但是費用是很高的 為什麼很高 第一個你要填我的表 我的表單 大概你要填三個半小時 這麼久 我的問題 因為我要知道你這一輩子發生的事情 完了以後 我跟你碰面大概兩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確診完開藥 然後我還寫一份報告給你 所以去看大醫師要花六個小時 一個報告要寫三小時 好久 所以你看我 我做一個Case要花六個小時 然後我說牠兩萬塊錢 而且那天我覺得牠太可憐 其實我已經牠很滿了 然後我去特別跟我的櫃台的護士說 不管是誰都把牠排掉 先看牠 結果牠不要看 牠說我不要給牠吃藥 所以牠不要看 那這個人就從此消失掉了 可是你這樣一個狗都要看 不要說六個小時 五個小時 一天看兩隻狗就結束了 是啊 沒錯 所以 本來就不好賺 大家都覺得好賺 可是這次看完之後 他下次還要再約對不對 下次 沒有 我們後面看 不是這樣收費了 後面收費就沒有了 回診就費用都很低了 對 那我比較著重 因為我們學專業的這種專科的話是 你必須第一次就把所有東西弄清楚 那你之後 你不會去換藥物 因為我們在做行為治療 不可能說一個禮拜後再看看 下禮拜再看看 比方說百悠解答都很熟悉的藥物 對 你要達到腦中的穩定的濃度 起碼平衡下來大概一個月 達到治療效果要三個月 也就是說你三個月內真的換藥 所以如果你吃兩個禮拜就沒效 你要再換一個藥 那你就是你在試藥 診斷完後 你給藥三個月後再來談 然後連續治療六到八個月後 我們再來看它能不能減量或停藥 一般什麼情形會來看你 就是狗有異常的時候 還是說剩下來就是應該 我給你一個數據好了 那說台灣有多少 百分之八十 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麼講 我講一個例子給你聽 哪一隻小狗是像我們人這樣養大的 每一隻小狗在出生以後 丟在籠子裡面聾養 打牠 罵牠 踹籠子 到牠成年為止 那這樣的狗 怎麼可能會發育正常 大人不會正常的 所以你這樣講講 最快的是野狗 對啊 是有自帶無憂的 那是野狗 但是牠們追繳牠之後 會亂講 是要看家庭環境 家庭環境 你說白一點 就是我講一個很難聽的話 就是 真的沒有能力別養狗 大家有沒有看哪部電影 小孩子喜歡就去養狗 對 對不對 或者說我沒有愛心去流浪洞 收牠的時候 又不知道怎麼控制牠 對 這個有必要的 我覺得你如果真心養養一隻狗 從小就開始 去少帶一隻 可能你的養的過程 會廢掉很多 會省掉很多心思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